小代接班人出现了2020年的加拿大公开赛上 最后超级100赛事 虽然没有太多关注 但是台湾的宋索云居然爆了击败的奥运过去马林 让人震惊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马林打的还是非常出色 反而是宋索云在大比分落的情况下 稍微点泄气 这种球都懒得去防守了 自己的PO场也是出界了 最后自己的一个出界 宋索云一直大比分丢掉第一局 看完第一局 或者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接下来的宋索云 却打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一起来看看 第二局上来宋索云就开始得分了 这个回合防守真的是神奇啊 马林也开始失误 马林的进攻医呢非常秀横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其实很多人都说宋索云的打法 包括灰派的姿势 都有点像曾经的世界里 我是琴 现在看来确实是有那么紧门相似 三三二一 竹子 没关系 我先查一下 宋叔英打得非常聪明 彻底把马尼给调动开 中心,打开 是 打开 打开 馬鈴在最後時刻自己的瘋狂失誤增加 這種暴力的批殺也是出現了失誤 宋索英哲堅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控他的底線球 最後馬鈴的一個出切 從中逆轉馬下第二局 決勝局上來雙方更加的激烈 但是宋索英在空球上還是佔計了優勢 這種技術動作確實是特別像王世賢 我聲稱為王世賢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 智慧,智慧 智慧 宋说音的控球节奏真好 麻利也是杀球,早起出界 最后的下半段没有视频 我们也不能看到比赛 军军军军的上半段也不能看出 宋说音完全压制了马林 最终的赢球确实也不意外 能够战胜马林这样的世界冠军 对宋说音的自信心提升 非常大,如果能够发展下去 虽然成为不了小代 但是能够成为小代基本能 已经非常不错了